城市大學後場發球 趁著國防醫學院防守交代不輕 長傳前場直接快攻得分 北投區長于寶芸 同時也是國防醫學院的教練 緊急喊暫停 重新安排戰術 希望能把落後的分數追回來 北投區七虎杯籃球邀請賽 第一場表演賽 就為大家帶來熱血戲碼 去年我們就辦一個70週年 一個紀念儀式 那今年我們想就是透過這個 我們就直接就辦了一個 七虎杯的籃球邀請賽 那主要意義還是文化傳承 跟一個我們北投籃運的推展 或許老一輩的人 還記得七虎隊這個名號 1949年來台後 所到之處萬人空巷 不但打出許多精彩比賽 更創造出不少的話題 不過今日關於七虎隊的事蹟 已經被眾人淡忘 雖然存在台灣籃壇的時間不長 卻是見證台灣籃球 戰後輝煌年代的一支傳奇隊伍 他在北投深耕對我們這個國內的這個籃球的推展 非常的這個廣播 各區隊都會來這裡學籃球 然後往這個各地方發展 所以我們籃球今天籃球的這個人口那麼多 都是幾人可以講說是在北投 籃球在台灣相當受到歡迎 而且是最為普及的運動 北投作為發源地 對於推動籃球運動傳承則無旁貸 今年首次舉辦的七虎杯籃球賽 就是希望能延續苦練成鋼的七虎精神 喚起北投的籃球魂 記者游詳亭台北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